中文語音轉換文字軟件 單元2 口語轉書免語 練習使用STT 我們可以由使用STT朗讀文章開始 之後就需要練習利用軟件 將我們講出來的語音轉換成文字 我們講的廣東話是口語 有些口語的詞彙和書免語是不同的 用STT的時候我們要留意 口語是用來口頭溝通的 有時講話的聲調和語氣已經可以表達你的意思 不用講出來 而且句子可能短 未必是完整的句子 作答的時候要求的是書免語 我們要清楚地用文字表達我們想講的東西 交代上文下理和要加上標點符號 做功課或者考試的時候 我們可以多些運用學科有關的詞語 這樣就更加符合學科的要求 舉個例子 有人說了 智利有錢不用拿個電話出來曬命 這句說話 我們應該怎樣把它用書免語表達出來呢 曬命不是書免語 寫出來應該怎樣寫呢 我們可以從這句說話的意思找到線索 講者是有心突出有錢這個重點 當配合上下文有錢這個內容 我們大概會猜到講者其實是想嘲笑對方 說他想令人覺得自己很有錢很威脆這個用意 所以當你寫成書免語的時候 曬命這個詞語就可以寫成使人覺得自己很富有 同學你們有知不知道曬命其實可以簡單寫成炫耀就可以了 只要大家從平日學習到的書免語 找到一個適合的詞語表達 就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SCT作答 所以記得要多些熟習學科的概念詞 用語和常用的書免語 大家試下做個小練習吧 現在給一點時間大家想一下 如何將這三個口語轉成書免語 但是有人說還有 各位同學是不是都已經想好呢 我們現在一起看一下答案 但是可以轉成但是 有人說可以轉成有人認為 而還有可以轉成還有 相信各位同學都掌握到少少口語轉書免語的技巧了 其實只要大家平日多留意 偶爾在心裡把口語轉成書免語 你們一定會發現當中的樂趣 再挑戰一下大家 這次是較難的完整句子轉換 正如這個事例一 首先我們可以用口語讀一次 找出明天 是 不用 上學 這些需要轉換成書免語的詞語 將它們逐一轉成書免語 完成後的句子可以是 明天是星期六 我不用上學 當然事例一的句子比較接近我們日常用的句子 現在事例二是想給同學多些運用一些學科的知識 去完成書免語句子 正如我們聽到這一句 市民大眾都贊成要給錢扔垃圾 我們自己說回一次之後 不難找到給錢扔垃圾 需要轉成書免語 要付費掉垃圾 但是如果我們想運用學科知識 你們會想起哪一個學科的概念詞語呢 相信同學已經心裡有數 沒錯就是垃圾徵費政策 如果同學能夠適切地運用在學科學到的概念詞 就可以省卻輸入長句子的時間 還可以提升作答內容 顯示你的學科知識 同學試試將這句句子轉成書免語 現在的香港應該要發展經濟多過搞環保 只要多練習 日後用STT將自己想到的答案 用書免語的方式 可以提升經濟多於環境保育工作 只要多練習 日後用STT將自己想到的答案 用書免語的方式 表達出來就會容易得多 看完這段影片之後 如果你想再做多些練習 你可以去玩 找出書免語的填鼠遊戲 記得按進遊戲的連結 玩個遊戲 鬥快找出身上有書免語的填鼠 無論是初階版還是挑戰版 都有20對口語轉書免語的詞語 而挑戰版當然是挑戰大家 認出詞語的速度 而兩者都可以記錄大家的階跡 另外在Google form裡面 還有練習1、練習2 今次的課堂就到這裡 各位同學要多練習 拜拜